看影片前,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新城財經台YouTube Channel 繼續我們密換潮人的時間,我們又要開箱了 這次借回來的機器,其實很多人都會談論 很多人都之前一直想試,但出了一代又一代 現在來到第四代,都仍在觀察 所以我覺得這次可以摸到這台機器,跟大家說一下也是值得的 其實去電話店,我們都可以說,都摸過的 但有時不拿到回來,玩一兩天才跟大家做開箱 就好像有些奇奇怪怪的 因為有時摸著你在舖頭,後面有人跟隊,不好意思玩那麼久 還有它有條線扭著,始終可以量一下重量,試一下形象 對,那條線真的很醉 如果萬一你弄著它,其實都很尷尬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自由地試一下這部 Samsung Galaxy Z Fold 4 今天就跟大家試一下這部機器 希望用這十多分鐘的時間 不如先拍攝這部機器 現在大家都馬上上來,變色度可以看背部 就比較容易看,今次這部是淺金色 今次有黑色、淺金色,加上就出了三種顏色 應該是墨綠色,如果我沒有記錯 三種顏色我都覺得比較亮眼的 就是現在阿里十盒拿著這部機器 對,因為之前那些袋好像沒有這隻顏色 好像紅色、深一點 這隻淺色一點 一拿著就知道你是新機 所以多了很多女士應該喜歡 如果出了那隻Bora Purple 我相信魅力沒發檔 對,拿上手的時候 其實摺起來都可以 因為有時我用兩部手機 有時一起拿的時候 一定效果是這樣的一部機 260多克的手機 其實李世宏你覺得現在擺在這裡 是否怎樣都叫做厚了 當然,但因為它比較窄 一般手機比較窄 我再給你一部 正常李世宏都是用這部iPhone 如果兩部一起 你拿著手機 會不會還願意拿兩部機 這部是薄一點,但寬一點 那就是要抹開手 這部是厚一點 但你的手是拿得實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拿兩部電話出街的人 可能不可以搭著拿 如果他真的買了 如果他真的買了的話 這部機我看到 都有人用這個套 因為價錢有這麼多下 一一跌 其實我們交通報道員 馬仔 他現在正在用第三代 其實他也跟我說 如果你買 你記得買他的原裝套 他也是這樣宗告我 但又再重一點 那就有不同說法 所以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又厚一點 這個主機器 應該比之前寬一點 沒有那麼窄長 所以這個很像電話 起碼用起來 上互聯網 上網頁 都是窄的 我們經常說 這個Flip功能有什麼用呢 趁李世宏現在正在看就對了 你現在就一二三打開 他就應該在裡面 會出回同一個網頁 無縫的 是無縫的 看到去哪裡 他就會去到哪裡 好看很多 有時候資料上的東西 需要多看一些 可以用桌面版的網頁 沒錯 這個差很遠 不是那些手機版網頁 看得清楚一點 但是字都是有少少細的 一定的 都要放大一點 但起碼網購 有時候選擇顏色 選擇選項 就不會錯過 因為有時候手機的畫面太細 看不完 要滑來滑去才看得完 例如說 教不教保養 教不教配件 這個時候 有朋友在Timeline問 這部機器有多薄 我們不如這樣打橫拍給大家看 其實就薄過 薄少少 比一般手機 一般手機薄少少 因為如果同一部 正常手機那麼厚 再摺 它不可以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看到 右邊就是Type-C的充電 正常有喇叭位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 其實不算很厚 好像一部薄的手機 指紋變色在側邊 不是平下指紋 不是平下 是側邊 但反而側邊有側邊的好處 有些朋友都不太喜歡平下 這個側邊反而幫了他們 它頂和底部都有喇叭 如果你打橫用的話 兩邊的立體聲 是 所以其實它這個 如果你就這樣拿出來 可以當作一部準平板 為什麼我說準平板 其實我唯一 可能三宿到現在都想不到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它 又成為一個真正平板的島 但同一時間又可以做到電話 它是近乎方形的目測 如果你打到這樣摺 就會窄少少 但如果你打橫 就好像闊少少 好像打橫要來看東西是好 如果是這樣說的 還有拉板在兩邊 所以它都是設計給你打橫底片 如果打開之後 下面就有些 icon 有點像電腦的感覺 這個它跟電腦已經抄得足 或者我們不要說抄 它自己都有一個dex mode 其實它都跟自己的dex mode 或者其他一些卓上的平台 可以叫做相約 在運作上大家都不用擔心 用的是最新的Snapdragon 8 Generation 1 的CPU 另外它都有三種不同的容量 12GB RAM再加256GB內置 最高到1TB 不過留意 1TB的內置 只可以在它的官網買 可能貨源有限 集中貨源 256GB是14000多 512GB是15000多 如果你去到1TB 就要17000多 這部機的另一個特別的位置 就是它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嘉燕姐的位置 現在大家會問 這個嘉燕姐的位置在哪裏 現在你只能指著這個 其實都不太現 這個白色就不太明顯 如果要它各些可以怎樣 其實我們可以出回去 然後開這個相機 一開你就會看到 現在開這個相機 如果我們已經去自拍模式 你就會看到嘉燕姐這顆墨 就出來了 就是那個自拍相機 可能方便你自己看過鏡頭 有個焦點 沒錯 但你只要調轉外面的鏡頭 它就會自己填上這個洞 立即就不同了 看到已經沒有了這個洞 所以可以很容易分辨到 其實它還有一些智能 即是它看你什麼時候用 就隱不隱藏 既然拍到這裏 就看一看那條BAR 那條的接痕其實是若隱若現 我開個網 為什麼我會說若隱若現 在某些顏色顯示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出現就比較明顯 但黑沉一點就沒有那麼容易見到 那你能否接受到呢? 可以接受的 還有因為要插的時候 都會有少少坑 即你摸到有坑 但不是太深 物理上可以接受 因為你始終都是接螢幕 實有狠的 什麼東西接都有狠 所以追求完美就不要想 但我又覺得我能夠接受到 同一時間我們不如試一試相機 看看這個相機是否真的值得買 後置的 前置我們就… 可以試一試的 後置就一定不及這個S22 Ultra 所以我看回我們之前拍過的相片 其實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因為它現在說的 如果你要用到它的變焦 就是三倍的光學變焦 以及三十倍的數碼變焦 所以出來的效果其實是不錯的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看片模式 怎樣叫比較特別的看片模式 都可以做給大家看一下 例如現在大家可以上來我們的網頁看看 我們手拿著這部相機 其實我們這個摺機的用途 除了… 李實雲可以幫我拍一下 剛才我整個是直的 直的時候它就用了一個全面 去做這張照片 我們先選一條影片出來 例如這一條影片 其實我可以把它變成這樣模式 其實整條影片就可以… 即是你的人不會屈曲了 你的照片不會屈曲了 看的時候你要這樣把頭看起來 你就可以自己很舒服地沒有腳架看 當然了 好像就小過了 但我也覺得是舒服一點的 另外就是說 如果真的這麼巧 你遇到一些情況 你想拍照 但你又想擺定一些拍照 又沒有帶… 有少許調校的角度 對啦 你又沒有帶到腳架出來的話 其實都可以用到 譬如說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想拍到 對啦 我們拍這個位置 其實在這個位置按鍵 你就看到拍到照片 甚至乎你的影片 我們自己站到另一邊 它下面可以再拍照 對啦 有個preview 照片 再做一些東西 撿一下照片 沒錯啦 其實它的功能算不錯 反過來剛剛說的自拍 譬如說我們現在這一刻 我們已經可以看著我們自己 可以調整角度 可以調整角度 所以有時候 除了我們現在玩 是用來做一些自拍的動作之外 最適合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開會 Zoom 因為Zoom 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的程式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變成任何地方 我只要有這部機 我就可以坐在一間咖啡店 甚至乎 任何有桌子的地方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很舒服 去做到這個動作 聽眾 我看到你問 就是會隱藏的鏡頭 效果是怎樣 立即試給大家 好 聽到了 嘖一聲 先看看 好一般 好一般 但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差 對啦 我又覺得OK 還有可能有光 因為剛才 那個畫面的時候 即是要拍攝的時候 我以為是蒙蒙的 但是 OK 給我想像中 但拍完出來 又清了一點 現在看到嗎 還有操作是很快的 對焦 還有沒有對錯焦的情況出現 可能它有一點點 再用AI 即是捱回去 給我想像中OK 我都覺得整個效果是不錯 尤其是現在這一類型 在後面的鏡頭 我猜它那個沒有隱藏的鏡頭 例如摺螢幕 這個鏡頭 我想相約 但後面我相信 其實你說沒有S22系列那麼好 但應該都是不差的 因為現在三個鏡頭 剛才都說過 做這個 關學變焦都可以去到三倍 這個就比較寬 這個就比較寬 這個可以選擇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闊一點 窄一點 有聽眾 各位看一條邊 我先拍一條邊給大家看看 看不見到 這條邊其實跟頭幾代差不多 不過開合位是明顯順過頭幾代 是差不多 還有這邊也是這樣對稱 只是你會看到這個位高了一點 好像比起前一兩代已經收窄了貼 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就算女士用 為何這一代夠膽出這些淺色 就算女士用 我都不覺得大一部 因為我的手都不是特別大 所以都駕駛上去舒服 但要說用套就很難說了 不過所有手機 如果你一說要用套 其實都是有些論盡的 說起來 其實這部手機 大家最關注的另外一樣東西 除了價錢就是電量 現在的機器 如果你用不到一天的話 都是有些問題 這部機是4400mAh電量 個人就覺得 這麼大的螢幕其實很適合電 對 因為這麼大的螢幕 尤其是如果你經常用著螢幕 還有你兩個螢幕跳來跳去 這個可能是為了偷搏 還有有什麼人不適合用 如果經常掉機的人 經常掉機 不要選擇這部機 掉到地上 和掉了不見了這部機的人 都不適合 因為裡面的螢幕是比較脆弱 只是一塊薄膜 只是軟的 外面就是用了最新的康寧玻璃 外面就會比較堅固 但是你用得這部機 就會經常開一盒盒 慘了 但近來我又經常會掉到 這部機在地上 以前我不會 但現在這樣拿上售 我又很喜歡 那怎麼辦呢 那是最貼的 那是你 在這部機段 那麼是我們 我要用這個機段 在這部機段 操縱到